你們覺得第四季金木狀的顏值狀元 顏值啊 男生和女生 欸 不分男女 不分紅 藍 黃 黑 在我心目中 這一季的女生狀元是 地表最美啦啦隊 Durie 喔喔喔喔喔喔喔 不同隊喔 但是他有時候在那個壘球 或劍球箱撥的照片 有時候會讓他掉到第三個 你弄壘球那個人 你覺得這個超屌 對 有時候會掉 但不一定 通常大部分我還是在第一名 然後第二名呢 我覺得是 蓉蓉 喔喔 藍隊蓉蓉 蓉蓉好可愛喔 好Q喔 我們那個Q到不好 就是你只要再累 靠他 你就會打起精神 嗯 對 就是那種小舞的感覺 然後第三名呢 我覺得是 黃隊的星宇 喔喔 黃隊的星宇 就是他 真的是 你有時候 突然靠他 譬如說今天有師傅 欸這個人平常跟我訓練嗎 你知道嗎 因為他平常他訓練是很認真的 就有時候有時候認真到有一點狼狽 你知道嗎 欸 那時候我先跟學姐說我也沒有認住他 對 但是不然變漂亮對不對 對 如果他的師 他穿師服就是 欸好好穿 哇 星宇很漂亮 你的師服這麼漂亮 很漂亮 啊我跟整台三個 沒有沒有 好我們先 我新入的第一名是藍隊的蓉蓉 他就像剛剛童蓉說的 他太可愛了 就是你會 但蓉蓉就算不自覺想要看他的反應 跟很多的表現 他那個招牌是笑的 哇 他那個一笑下去 我跟你講 融化 不得了 融化 融化了 但是我覺得他最厲害的是 他連運動表現都滿好的 他很可愛 因為他太不急 他不要這樣 對 好 你的左手要去下了 超可愛 他在運動的時候 他如果表現不好 他跟我們隊友要的墨鏡 他戴起來不太酷 好 今天請你指兵 今天請你指兵 今天請你指兵嗎 走 好不好 站起來 站起來 站起來就帥哥了 對 帥哥 好 哈哈哈哈 他只要不容易 帶起來就開始哭 很可愛 然後新入的第二名是 紅隊的Yuri 我覺得Yuri就是 你說 丟天球Yuri還是一般漂亮的Yuri呢 我覺得是一般漂亮的Yuri 好 第二名 在棒球場上的Yuri 好 那絕對 因為我覺得 毋庸之疑 Yuri 因為龍龍是我們這隊 我一定要跟龍龍為一個頭銜 但是Yuri 真的 非常猛 真的很漂亮 很漂亮 運動場 在運動場上有 他其實是滿激烈的 對啊 他適合當 很適合運緣耶 而且他其實運動表現很棒 運動表現他很平 我覺得這是我第二名 第三名 黃隊的莊莊 欸 欸 等一下莊莊就來 那個 莊姊蜜桃一看 但我覺得 他最誇張就是 我們因為我們都會收到那個 那個照片 對 他沒有一張是不好看的喔 他每一張都像在拍寫生 對 覺得那個超扯 超扯 因為我們都會看一下別人的 對不對 這台我們那個 收到那個 很扯 很扯 他是一隻頭髮都一直飛起來 對 就是 第三名的撞撞 跟打鏡頭的撞撞 都是第三名 對 他不會受到影響 是不是覺得第三名撞撞無庸置疑 哇 那個厲害 厲害 我第一名 我們隊的 對真的 因為他其實真的 他就是一個男生的代理 而且他真的是 不管 他練習的時候也非常認真 然後我們在團隊裡 不管討論任何 任何事情他都會一針見血點出來 然後 很有領導能力 我們當主要是聊延遲 就是 沒有 有種崇拜的 沒有 其實我們是延遲第一名 然後第二名是我們的肥氣 可以 可以平對金 可以吧 我覺得對金加金就太難了 就太難了 那我現在才交給你 交給你 然後 第三名 結果我剛剛一直思考 一直思考 我自己喜歡 難怪你那麼喜歡去訓練 全隊都是你喜歡的女生 沒有 沒有 我的第三名是 玉書 唉唷 唉我忘記 而且 而且是 運動表現上的玉書 對 運輸漂亮到有點 我看不清楚 太快了 敗禮吧 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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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中唯一追不到的女生 他追不到的女生 他真的 他真的在運動表現上 我覺得 他運動的狀態上 我是喜歡他的狀態 就是 是可愛認真 有平靜的 這散發出很美 對 你幹嘛不能不安靜 黑板對金你平上去 你還在中間是不是 哇那個就難選 難選 他覺得難選 過得過 對 平哥你懂的 平哥你覺得是重元 平哥容易 不可能吧 謝謝 謝謝 哈哈哈哈哈哈 他可以給我們 就是 YT的一個 就是來一個 可愛的 三點 來吧 男生的話 我覺得 應該大家會 滿 滿覺得就他 跟不肖太 肖太 對肖太 然後第二個其實 我是拍紅軒 然後第三個 不好意思我 還有一個你可能沒想到 我覺得 漢字 其實我看一個人的 我要看他整個的 生活風格 是不是我喜歡 尤其像濡洋 像許洋他們也都帥帥 但我其實會看他 譬如說他的 生活的 品味啊 態度啊 他穿衣服風格 是不是我喜歡的樣子 對 所以這三個其實是我 心目中的前三名 但 但漢字其實我比較後面 才發現認識 他這邊有很多 酷味 他有很多質感 味道的出來 對 對 我覺得男生第一名 我覺得是 許洋 因為他 我們藍隊許洋 他在冰洞中有 黃桂 黃桂的許洋 因為他其實 從私家訓練 的打扮 跟他的樣子 他就是 會把勁弄得 美美的 帥帥的 有的時候那時候 有一次 因為其實很多項目 我們可能前三季有看過的 會先練嘛 當時我們在練射箭的時候 我感覺 他超帥的 對 許洋射箭的時候很帥 他公還特別 打一把 打一把 他就是Model走出來 對 然後我覺得第二名是 林佳佑 佳佑也是屬於剛剛 他說漢字那種類型 細細品嘗 越看越帥的類型 對 第三個 我覺得 分不出來 各務肖太跟向陽 他們是屬於一個類型 就是 運動猛將 運動猛將 黑黑的 可是 浦陽是更 更有爆發力的一種 存在 那個肖太是比較累的存在 那肖太就是一個 日雜走出來 日雜走出來 不太一樣 所以我有點出來 而且肖太有一個質感 對 有一個質感 那個文藝的 浦陽是運動場上 非常的亮眼 肖太是在雜誌上的亮眼 開心得起來啊 剛剛他就說 笑太會開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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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都體現在不同 兩個顏織其實都不同的地方 對 這是我的前三名 那 我 我的第一名是 長髮的 肖太 喔 她的髮 變第幾 沒有那是她的第二名 你就只是笑太的粉絲而已嗎 我真的覺得她長髮好有質感 她長髮的 笑太有超級 可是我覺得女生不一定喜歡男生長髮 可是男生看到男生長髮都會覺得 哇 好帥喔 而且主要是因為流不出來 然後第二名是 洪璇 你剛剛在講的時候真的是洪璇 因為洪璇其實她 比較五官非常的立體 然後有散發很陽光 然後很正面的一個能量 感謝 對 好適合做子修啊 然後第三名是 水的胃 喔 欸 我也很喜歡這種 這種運動然後陽光然後可愛的男生 帥 喔 德德 而且她的身材也很好 抱一個德德的料理 德德看起來又高又出 壯壯的 manman的 超愛哭 真的假的 露幾集哭幾集那種 每集都哭 每集都哭 她現在就是我們團隊的愛哭 她跟永龍哭的次數是一樣的 哇 那真的很多 那很多啊 是非常驚人的 反差萌 許德偉 那她為什麼會哭 她就是心裡有很多的情緒 她很容易感動 她就是很耿直 就是以前當兵的時候的班長類型 她看到她的團員在努力的時候 她會 男的淚就會一直往下流 蠻可愛的 從選秀開始哭 她是感性的男人 選秀的時候大家都是 啊啊啊啊啊 她就在許德偉一個人養 從那邊哭欸 她好像就自己的夥伴 來到同一隊之後 她就開始哭 她就開始一直哭 她心裡想的人來到隊裡 才開始哭 一直哭 但你有沒有後面角度想 會不會是因為她不想要來的人 來到這邊 她會哭 誰都說是你 欸 兩堂淚落下 真的很好笑喔 那可以再抱一個領隊的料 領隊 領隊的料 我要讓我先講郭哥好了 請郭哥 因為我們其實有比一場比賽 所以我們覺得真的是 機會不大 機會不大 甚至郭哥前一天都開完就要說 明天準備03 03就是零勝三負 然後其實前一天我們那天開會的氣氛 也不是到很好 就是我們團隊氣氛 因為有時候需要講開嘛 對要講開 其實同學也知道這件事 然後那天呢 欸我們那個項目 既然我們有好幾位選手都超乎 練習時候表現 就是拿出超過表現 然後我們聽說儀式好像 郭哥也有稍微有點犯淚還是弱淚 對喔 然後我們就覺得 哇 郭哥這麼man 然後這麼有肩膀的男人 其實說實在 你們在比賽的時候 郭哥的氣場也超級大欸 對就是 讓我們沒有想到他會在 體害人 就這麼多人的情況下 你說私下我覺得有可能 他代表說他真的是 好忍不住的情況下 他可能真的是很感動 簡單說郭哥就很像許得瑋 通常都會說許得瑋 反反的 然後這郭哥的事我覺得 哇 真的 反插謀 反插謀 那他有一些什麼幹話嗎 不太多 那我先反問你一句 他有哪些不是幹話 你得球都沒來 你得球來你就會看我朋友相處 我覺得淺姐啊 就是 為什麼大家會這麼喜歡藍隊 為什麼都 藍隊都這麼愛淺姐 我一進藍隊我就完全明白 淺姐不是我們所 既定家裡面的那麼嚴厲那麼兇 淺姐超溫暖 他會在你很慌張的時候 給你一個超大的擁抱 跟你說你已經做得很好 就是完全想像不到 這是淺姐很弱的 對 因為淺姐一般抓他們就是這種 然後可能看到下午後 也不會打招 真的 我一過去我 對 因為氣場很強 他就覺得我專注在比賽上 暫停暫停 耳朵打開 對 對就是這樣 但是淺姐實際上真的是 練習也都到 想看不到嗎 淺姐就會坐在場邊這樣 然後我們只要在練習 打了一個好球 淺姐就會漂亮啊 這樣 心情 心情動作 一整天 對 淺姐的賞門是很屌 他是不會少下來 他是有在用丹田 我覺得淺姐如果唱歌的話 一定會很好聽 我扯太遠了 有個意思嗎 對 因為淺姐是 就跟我們的阿嘎一樣 對 聲音淡淡 你都不會紅 我用丹田 所以我不會啞 所以我覺得淺姐 沒有什麼在好不好 只有我就很愛淺姐 就是她 跟我們所熟知的樣子 跟她的形象 反差還大 但這個真的很淺姐 因為我也認識淺姐 但她比賽中 我不會再試一下遇到她 前面的一件事 她一看到你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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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fense 這樣 還拍Defense 超快的 那補陽 小潔啊 小潔啊 啊 潔哥 因為其實那時候我們剛剛組隊的時候 我覺得潔哥真的超酷的 他就是有一個 很 有一個形象在 他陪我們練習的時候 他就會戴上墨鏡 也是戴這種 不是運動型墨鏡 是那種很帥很潮的那種大墨鏡 然後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形象 酷酷帥帥的一個領隊 然後有一次練習的時候 我突然覺得 欸 今天的小潔很特別 就是 他會去幫我們撿球 然後一直在那邊玩 然後還在學我們隊的人 就是 開玩笑 然後就變成一個小朋友 然後可能 連我們的教練都在講 講 就是戰術的時候 他還在 還在玩 然後我說 小潔姐 怎麼了 這種這麼開心 然後後來我說沒有 因為他才剛跟他的女兒一起玩過 所以可惜他真的是一個 非常溫暖的爸爸 就是 跟女兒一起 陪女兒玩完之後 大概我覺得就是 超可愛的 就也幫你當小朋友 對就是一個超可愛的小朋友 女兒三歲 浦洋大概六歲 真的真的 我覺得他們 因為剛好那時候 我們一起練 對 然後我們也是郭哥帶小朋友 他們你知道玩什麼嗎 他們給我玩 人體小朋友 人體接力 我每個隊友 要把爸爸對面這樣 然後郭哥做一棒這樣 郭哥才是最好笑的 我完全想不到 他們就是在 在爸爸的角色 真的 超級吃褲 因為他們這裡是在 截然吃到敵人 打擊主要敵人 我都沒有這些回憶問題 我在哪裡 我在哪裡 我在打擊你 打擊你 你們一定要知道 紫嫻有多好笑 他一直跟我講 我還不知道 紫嫻比彭尊好笑 你敢信 我真的不知道 紫嫻看起來很難 我都不知道 他太好笑了 他真的是 我沒有辦法跟你們解釋 他好笑在哪裡 但是你們慢慢就會知道 我覺得鏡頭也慢慢會知道 你知道我 因為你講這個 我就會回紫嫻動態 你知道嗎 他超級好笑 有一次我們跟他開會 開得超認真 因為我們牽頭 大家丟實在太爛 然後我就說 我們大概是黃屎 然後其中人就說 我是徐屎 然後其中人就 我是有酒 我有故事嗎 大家超認真的 我有酒 你有故事嗎 你有故事嗎 之類的那種 爛哏就很多 對紫嫻 我現在沒辦法 具體形容 所以你現在 對他的評價很高 很高 因為我本來 一直很羨慕 黃隊有黃尊 但我現在不羨慕 因為藍隊有紫嫻 沒有 有點意思喔 我覺得 黃隊的那個 要求 笑太 但他是天生的 天生的 他是在笑話間 天選之人 你記得他那時候 譬如他講球門 那個 足球那個門 那個 手的那個人 球門員 他講錯也還是講錯 就是他的中文 那個日文到時候 切切切都覺得好好笑 那個可愛 他是那個 我懂不懂笑太太 對他的那個 你不是說幽默 他本身散發那個氣場很好笑 他有一次就超認真 在節目後訪的時候說 我真的很感動 感動 那我不能哭 因為我是個男人 這樣 我說他在講什麼東西 他很壞 但我最氣的就是 你為什麼可以被剪進去 他很可愛 他很可愛 天生的 我們隊喔 我們隊真的是 最好笑的 最好笑的是 夾身 你們這個看他們像不出來對不對 那平常安安靜靜的 他沒有鏡頭的時候呢 超好笑的 可是他都是 他都是黃槍拘動 可以講 他可以加到黃隊 可以啊 他就是各種都可以扯到黃槍 他真的是超級色的小弟 那講一個就好 講一個喔 他腦這樣不能聽啊 對啊 太危險 這個黃槍其實是神太危險 其實很槍這樣 可以講嗎 這樣就是我們的戰術 我發現被他們聽到 就是我們可能傳球的時候 他就這樣 B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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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這樣不是 這也太髒了吧 我跟你講 他真的搞笑 我真的覺得他要慢慢開笑 你是國中生啊 他沒有鏡頭的時候超好笑 難怪 因為有一次 加油喔 藍隊加油跑去跟紅隊練一天回來 他說紅隊真的太色了 不是 沒有什麼意思 但其實我們這一屆 其實都是 我覺得都是 女選手片比較 愛開玩笑 對 這方面比較敢開紅槍 我們可能演技 演技也比較 因為這邊很多 因為你知道我們這邊有北姨女的 我們不能開玩笑 我們不能跟她開玩笑 台大司機吧 我想問一下 你們三個私底下的感情是怎麼樣 我私底下看她們兩個很爽 沒有 沒有 太強了 太強了 不是很喜歡跟她們當朋友 難怪紅學會特別喜歡我 沒有 我們私底下很好 這個不是官方的 你看到我們剛剛錄一整天下來 對 我們私底下除了錄影在競爭以外 沒有就是 玩在一起 而且其實大家看比賽就會知道 我們可能在場上超級認真 超級施殺 但是一比完賽就是 大家都會互相鼓勵 然後可以 我覺得我們可以在講細節一點 就像我跟葵楊 我們 我們跟紅學會討論 我們跟葵楊 他那個勝負力氣球已經超級強 對 但他加入紅隊之後 我們覺得 但我現在知道 為什麼他變了 沒有啦 不是啦 他現在變成這樣 就是團隊球員 然後也覺得 我們就剛剛講 他也覺得我們覺得葵楊 越來越可愛 好可愛 有時候他發燈 狼人煞的時候 待到那邊 他躺人家身上 但是葵楊越來越可愛 我跟洪軒就是 因為我跟葵楊 那算比較後面嘛 但我跟洪軒就是 我們真的是 一拍齊合 真的是沒話講 他在後方就講嘛 他就 哇 彭尊那個 他太喜歡彭尊 太想跟彭尊 對 他好不是戰役上可以比你的 戰役上不是那個 真的 我想說 戰役到底是有多差 沒有 彭尊是團隊都會需要一個靈魂夫 而且我覺得 不管當朋友 不管當明星 我覺得大家都會喜歡這個 而且他可以讓你就是 第一名的氣氛 馬上就歡樂起來 對 因為葵楊也是其實也是這樣 他變這麼可愛之後 第一名的氣氛 馬上還歡樂起來 對 對 這麼可愛 我們要Q就行 其實蠻特別的 對啊 全明星都會第四季 在三立都會台 每週六晚上八點到十點 我們再看一次 再看一次